今天我們要上輕蝕,翻譯跟成績,我先說 我剛好會教什麼叫輕蝕 你們去年需要和考慶 下列何者是輕蝕作用? 下列何者是風化作用? 寫了三個風化一個輕蝕,寫了三個輕蝕一個風化 所以你要找得懂什麼叫輕蝕,什麼叫風化 我跟你講,說學社指考的人 學社指考的人說沒有分布理跟化學 但是我所舉的例子,你就要記得 這些叫做物理風化,這些叫化學風化 因為考卷的選項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就寫一個鐵氧化 寫了鐵氧化,寫了植物的根,寫了朱大 然後問你說誰是風化,誰是輕蝕,知道嗎? 所以我舉的例子,你就要知道說 我舉過這些例子,這個叫風化 物理風化,這個風化叫化學風化 然後我教你什麼要輕蝕,你要考得懂 要考得懂,OK?好 輕蝕,只是一個渣渣,然後移開就要輕蝕做 來來來來,看著我 呦呼,小朋友,帥哥,美女,請看我 算了,來,有一個石頭 上面呢有一個渣渣 那個渣渣在石頭上面晃兩下 基本上沒有離開這個石頭 這樣叫做岩石破碎初衷 這樣叫風化 吹一陣風 吹一陣風 把這個渣渣吹走了 叫做對這個石頭發生輕蝕 所以這裡,腳印上去的移動 吹線突然推移動 叫做輕蝕作用 渣渣移走了 叫做對這個石頭發生輕蝕 對這個渣渣發生什麼? 搬運 搬到就會把這個渣渣放下來叫做 沉積 這個東西就叫做沉積 所以有輕蝕就會有搬運 有搬運最後就會沉積 沉積下來的渣渣叫做沉積 聽懂嗎? OK 沉積 就是 輕蝕的意思 東西在地球上都會受到重力影響往下掉 流水啊風啊吹吹吹吹 所以呢就會把高的東西往第二地上扳 往下掉 往洞 往洞裡面一補 所以前面告訴你外營力會使地球怎樣 越來越平 高的 撥下來往地上扳 所以會使地球越來越平 受重力影響往下掉 反而洞扶起來從地勢高扶到地勢低去 好 這個學測考過 差異輕蝕 學生問你 為什麼這個嚴懲長這份德性 為什麼有的比較突出 有的比較凹陷 我比較可以抵抗風化輕蝕 不容易被風化輕蝕 我就比較怎樣 突出 我容易被輕蝕 我就比較怎樣 凹陷 所以我就有的比較突 有的比較凹 叫做 這個叫做差異輕蝕 如果你想要背也可以 背下來 砂岩比較可以抵抗輕蝕 頁岩比較容易被輕蝕 你要背也OK 這叫做差異輕蝕 這題學測考過 為什麼這個石頭長成這部德性 因為差異輕蝕 抵抗輕蝕的能力不同的關係 就來來海岸 這裡有一片平坦的 砂岩岩複沉機的 複沉的海石平坦 泵冒出了鹽蝕 配合後面要焦的 這個鹽蝕的形成比較晚 有了平坦才冒出來 配合性要焦的 這個鹽蝕比較怎樣 比較可以抵抗輕蝕 所以它比較怎樣 突出 比較突出 好 所以來來來來來來 有一個突出的鹽蝕 風窩狀的鹽蝕 有的石頭含鈣質多 有的石頭含鈣質少 含鈣質多的 不怕風吹 但怕雨打 含鈣質少的 比怕風吹 不怕雨打 原因 因為自然這個雨水 大部分都有酸性 為什麼 二氧化碳融於水會變成碳酸 然後這個酸性會跟鈣質作用 溶解掉它 所以它怕雨打 可是含鈣質多比較硬 比較不會被磨 所以它不怕風吹 所以含鈣質多的 不怕風吹 但怕雨打 含鈣質少 就顛倒過來 因此就造成一個結果 就是那種風窩狀的鹽蝕 石頭有的地方含鈣質多 有的地方含鈣質少 含鈣質多 雨水下來溶掉 一個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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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這種風窩狀的鹽石 像野柳有名的遜狀鹽 這樣 上面的石頭含鈣質多 所以被雨水下來溶掉 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下面這個黃黃的含鈣質少 怕風吹 風吹過來沙子摩摩摩摩的好滑 所以下面好光滑 被風吹的結果 被風磨死的結果 上面是在雨水淋洗 動不動不動不動 叫做 風窩狀鹽蝕 鹽性不均勻 你看那個洋蔥狀窩 鹽性要均勻 大家都一樣 這個鹽性不均勻 上面跟下面不一樣 我們野柳有名的東西叫做 女王頭 一樣 上面含鈣質多 下面含鈣質少 所以下面被風吹的磨滑滑的 上面含鈣質多 那個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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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不要做任何處理 女王頭一定會斷掉 為什麼 因為風一直吹 所以他脖子會越來越 起 最後就動不了 然後就斷掉 好 那聽說野柳的單位有問過大家的時候 有做過民意調查 那我們要不知道怎麼做 答案是不做 白的 他有一天自然斷掉 平堂女王頭 平堂女王頭 被斬首的女王頭 大家來看女王頭 每個人看到她 就拿你的奶油桂花手摸一下 哇好漂亮摸一下 另外一個野柳一說 她好漂亮再摸一下 每摸一下 就是輕蝕一次 摸一次就輕蝕一次 越多人摸就輕蝕就越多 它就越早斷掉 越早斷掉 逃選作用 逃選作用 逃選作用就是分門別類 分清楚叫做逃選作用好 分不清楚叫逃選作用差 這裡都是大科 這裡都是中科 這裡都是小科 大小科都分開 這樣叫做逃選作用好 會班同學做資源回收 做得非常好 這裡都是紙張 這裡都是寶特皮 這裡都是鐵裡斷 分得清清楚楚 這樣叫做逃選作用 這一坨 有大科有中科有小科 全部混在一起 逃選作用差 你們掃地的時候 掃斷在揮 不管它什麼樹枝樹葉 什麼紙張 它還爛炸到 一坨 啥都有 這樣叫做逃選作用 逃選作用 逃選作用 逃選作用就是分門別類 有分清楚的叫逃選好 沒分清楚的叫逃選差 你要背 逃選作用最好的是封 最差的是冰川 後面會解釋為什麼 後面會解釋為什麼 現在跟我背就對了 逃選作用最好的是封 最差的是冰川 最差的是冰川 OK 可以嗎 好 輕蝕基準面 所有的沉積物最後都搬到大海去 大海去 所以呢 海皮面是永久輕蝕基準面 什麼叫做輕蝕基準面呢 基準面以上發生輕蝕 基準面以下發生沉積 比海面高的就發生輕蝕作用 比海面低的就發生沉積作用 因為東西都往海裡面帶 帶到還要蹭下去 所以呢 海面以下發生沉積作用 這件事要記住 我未來要拿出來用 海底面是輕蝕基準面 以上發生輕蝕 以下發生沉積 這件事我後面要拿出來用 你要記得 你要記得 OK 有很少數的發生在海底面以下的輕蝕作用 還是要放下去 這種偉大的學問 活動疑慮 不管 我們沒有 就是海底 它就是各種沉積 各種沉積 各種沉積 OK 輕蝕基準面 海底面以上發生輕蝕 海面以下發生沉積 而 因為它容易被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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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補水河水容易被填滿 所以它叫做戰士基準面 海水填不滿 所以叫做永久基準面 永久基準面 OK 好 最後一段 這個看看就好了 平常識就是考過 考試的時候就畫一張圖 問你誰先成績 誰後成績 你平常識就知道 大哥的會怎樣 先成績 小哥的就會後成績 大小哥差不多的 看起來主力大的就會後成績 看起來主角就會先成績 這個應該是平常識就會 就會跟顆粒大小形狀比重有關 比較大顆的 比較重的 就會先成績下來 或者這個形狀上 看起來主力小 圓圓的一個主力比較小 就沉下去了 打開來成一片的 那個主力比較大 它就會後成績 所以這個就是很正常 平常識就會小的 也有考過 但是應該看就知道了 不需要特別背什麼 不需要特別背 平常識就會反應 OK 來 這我們講過有沒有記得 東西衝到海邊 海邊的留下來的比較大顆 衝到海邊的比較怎樣 小哥 記得嗎 來 來 問個事情 這個大顆的留在這裡 小顆的跑到這裡 大小顆分開來了 這個就是 我剛才 來 教過的什麼玩意 教過的什麼玩意 剛才我們教了個5號跟21號 都答對嗎 5號是誰 5號答對了 21號起來 大顆的留在這裡 小顆的跑到那裡 大小顆分開來了 大小顆分開來 可是我剛才待會兒 就是 我剛剛也教過了什麼東西 四個字 不是我 呃 我喜歡你 來 dej 提供啥 撈著大聲 好 好 好選作用 對 好選就請坐 好選作用 大小顆分開 好選作用 要記得喔靠海邊的顆粒大 考中間的顆粒小喔 記得這件事情 這也是參考書試驗就會問的問題 OK 最後 這是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可以回家自己做 不要做很久 找個杯子 裡面放給大一點的石頭 小一點的石頭跟細沙子 加水啦啦啦啦 靜置 你如果要這樣做 靜置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然後就兩個重點 重點一 成績的時候 大顆的在底下 小顆的在上面 大顆在下面 小顆在上面 重點二 層裡面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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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裡面是水平的 這個實驗的兩個重點 大顆的先下去 小顆的後下去 然後成績水平 如果是流水的成績 如果是流水的成績 基本上也是大顆先下來 小顆後下來 但是呢 它的層裡面就不是平的 一路撒 一路撒 所以層裡面不平 層裡面不平 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是大顆先下來 小顆後下來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下課